新华社西昌12月8日电,李国立,王玉磊,12月8日2时23分,嫦娥四号探测器零窗口发射成功,并进入到预定轨道。 至此,国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的所有碳域卫星,均实现了零窗口发射。 零窗口指的是在窗口前沿,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分秒不差将火箭点火升空。 据嫦娥四号任务01指挥员陈正介绍,在这个时刻发射,卫星不需要中途修正,就能进入预定轨道,同时又能在变轨过程中节省燃料,从而为后续工作留下更多动力。 2007年10月24日,国国第一颗太阅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在即,为加大卫星入轨成功率。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科研人员,极限参事人员,都决心实现零窗口发射。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因为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太多了。 时任嫦娥一号任务01指挥员李本齐介绍说,各系统岗位人员在新建测试、气象研判、燃料加注等各大环节,追求零失误、零差错、零故障、零缺陷、零遗漏,确保发射万无一失。 当日18时05分04秒,我国首次探阅任务完美实现零窗口发射,创造了航天发射史上的中国奇迹,正是由于零窗口发射省下了准备做轨的修正的120公斤燃料。 嫦娥一号卫星在完成一年寿命以后,又继续运行了四个月。 从2007年起,由中国太热港美域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连续成功发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等探测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2010年10月1日,伴随着嫦娥二号任务01指挥轮,严厉轻哼腔有力的点火口令。 长征三号禀运在火箭,突举着嫦娥二号腾空而起,事后测试数据显示,火箭起飞时间与之前公布的零窗口理论值分秒不差。 精确到秒的口令,让零窗口奔月的佳话得以完美演绎。 这也就意味着节省下的180公斤卫星燃料,将使嫦娥二号运行更多时间,做更多的工作。 2013年12月2日,长征三号已运在火箭,成功穿越我国发射史上最窄窗口,将嫦娥三号送入预定轨道。 嫦娥三号任务01指挥员燕丽清说,火箭完全按照零窗口准时发射。 2018年12月8日,两时二时三分,担负着人类首次月球被灭,软着陆重任的嫦娥四号零窗口发射成功。 任何一个岗位,一次操作,都会影响发射任务,甚至影响后续发射计划。 陈正说,零窗口发射对于发射要求极高,涉及工程任务多个系统,因此,它的成功实施,更体现了几大系统的协同配合能力。 新华社贝鲁特12月20日电通讯,扫雷破八百计中国福利违和部队扫雷再创新记录。 王云龙引搏,监督员同志,地雷销毁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三、二、一、起报。 随着现场监督员王云龙一声令下,扫雷作业组组长刘全按下了起报按钮,一声巨响,山间升起几股浓烟。 六枚防部兵地雷被一次性销毁。 20日,中国第十七批复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在黎巴嫩与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扫雷作业中再创加级。 至此,他们已经发现,并成功销毁地雷809枚,排除雷爆弹一枚,累计清排雷区5112平方米,单批次扫雷数量首次突破800枚。 书写了安全,高效扫雷新记录,因其危险性。 扫雷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扫雷官兵不仅要直面地雷威胁,更要与恶劣环境等作斗争。 中国扫雷官兵当前作业的雷场,位于南县附近一片山坡上,地质坚硬,经济遍布,坡布大,石头多,大树多,地形复杂。 再加上12月的黎巴能全面进入雨季,连日阴雨导致雷场湿滑,尤其是土壤湿度变大,粘土时长与地雷粘在一起,增加了作业难度。 第三次执行复迪违和任务的扫雷作业手罗斯杰说,我们在充分准备各类扫雷器材的基础上,重点针对雨季地面石滑,土生粘性大等特殊情况,事先在营虚开展模拟训练,让作业手能够更好地适应雷场环境,确保扫雷作业安全。 恶劣的天气给作业进程带来较大影响,增加了安全风险,但只要一想起排雷英雄杜富国的那句你退后,让我来,我们都已成为一名扫雷作业手而骄傲。 扫雷作业手黄世发说,雷场上,在黄世发身后三米处,组长刘全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不时给予鼓励,提携和指导,雷场地面湿滑, 土壤年性更大,让雷场情况更加复杂,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程序作业,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刘全说,雷场上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挖掘都生死攸关,扫雷官兵必须思想高度集中,心系如发,才能确保绝对安全。 多功能工兵分队军事副分队长卢庭说,分队党委高度关注扫雷作业安全和官兵思想心理变化,通过学习文件,网上浏览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向台内英雄杜富国学习活动,结合扫雷任务实际谈体会谈感想,让大家在学习实践中,不断助劳信仰根基,提升实战能力。 此外,身处被视为中东火药桶的黎巴嫩,中国扫雷官兵还要时刻关注当地安全局势。 中国维克部队领导介绍,为了保证扫雷官兵的安全,他们坚持每天根据上级通报的安全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制定应对措施,不断更新完善各类预案。 时刻做好应急准备,自今年五月部署之任务续后,中国第十七批复雷维和部队,已创造了最快时间,通过扫雷资质认证,最短时间上雷场,最快时间排出首媒地雷等记录。 曾被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主管皮兰尔,称赞为最好的扫雷队伍,新华社东京十二月十八日电,记者王可嘉,将翘梅日本政府十八日举行内阁会议,批准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简称,防卫大纲及与之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 整备计划简称,中期防卫计划,内容包含实现自卫队跨域防卫体制构建,现有舰艇航母化,大量采购新装备等内容。 这是安倍政府自2013年以来,再度对防卫大纲进行修订。 新版防卫大纲城,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急速增加,日本自卫队要进一步强化太空、信息等新领域的防卫能力。 构建跨域作战体制,还将改造出云及直升机驱逐舰,使其航母化,可搭载战斗机等。 新版中期防卫计划则提出,未来五年内,日本将引进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无人潜水机等一系列装备,为配合现有舰艇航母化设想,将引进可实现短距离起降的F-35B型隐形战斗机作为舰载机。 日本未来五年防卫预算总额于27,47万亿日元,约合一,68万亿元人民币,日媒称,这一数字,创造了日本五年间防卫预算额的新高。 防卫大纲是指导日本中长期安保政策的基本纲领。 中期防卫计划则是在防卫大纲基础上制定出的决定,日本自卫对未来五年装备引进、防卫力量建设等方面的具体计划。 此前,防卫大纲多为每十年或以上才修订一次,但近年来,彻一纲令的更新速度明显加快。 日媒指出,本次安倍政府仅隔五年,便在修订这一纲令,不仅加速各种防卫装备扩充, 还写入航母化党争议信内容,引发日本各界对日本防卫政策,正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制约的质疑。 百余之军地高校代表队,对决首届至胜空天赋2018无人机挑战赛。 首届至胜空天赋2018无人机挑战赛,于12月15日至17日,在空军工程大学举办。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厦门大学、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等军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百余支代表队展开对决。 俄外长、乌总统准备12月底在俄乌边境发起挑衅。 俄罗斯卫星网12月17日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准备12月底在乌俄边境发起挑衅。 12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署了法案。 在2019年4月1日之后,不再延续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 据央视新闻报道,波罗申科说,终止乌俄友好条约不是一个小插曲。 这是乌克兰与旧时代告别的标志,是转向欧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克兰再次曝光真主党跨境地道,以离边境局势趋紧。 以色列国防军16日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又发现一条黎巴嫩真主党修建的,从黎巴嫩延伸至以色列境内的跨境地道。 这是自本月4日乌克兰发起,是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跨境地道的北顿行动以来曝光的第四条地道。 随着乌克兰报关更多跨境地道,乌克兰离边境局势正不断缺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